剛才說到遊戲色調偏暗 然後遊戲節奏也是很慢 你們可以看到我亮度已經調到80了 正常來說是不會調那麼高的 可是為了實況所以我還是調高一點 讓你們看比較仔細看比較清楚 不然這遊戲色調真的太暗了 不調亮你們可能根本看不懂我在玩什麼東西 今天大家入場蠻快的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囉 亮度啊剛剛講過了嘛80就80吧 我現在最高就只能玩普通難度了 不能再難了 你有沒有解鎖啊 對不起警察 我知道你剛才出現了一個案子 但我怕我們要做一招 聽說實話 是一個招呼嗎 我叫我剛才提到你 說是幾個狀況 一半零零部已經在場 131,請教導 可能是那個醫生的醫生 那個醫生的病毒 那不是那些病毒 一些病毒失散了 某種類似的狀況? 仍然... 你給了一些怪物,對嗎? 127,124,請回答 Joseph,你覺得有關嗎? 這是一個可能性 我相信那些記錄都被拆開了 任何人在場,回答 有干擾 這個駕駛就一副路人臉啊 等一下估計就有點便當了 Junior Detective Kitten,有什麼想法嗎 還沒什麼 我確定我們會知道所有事情當我們到處 你會知道什麼 Konnelly,聯絡警察,讓他們知道什麼事情 Joseph,Kidman,你跟著我,我們會看看 對 對 胖妮午安啊 這個遊戲,我剛剛才剛開的時候就有觀眾說被罵得很慘 主要就是三點吧 首先就是你們看到畫面上上下的大黑條 老實說真的挺愛演的 再來就是劇情啊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這主角的個性啊 實在是太過冷淡啊 反應無趣 但這個遊戲的遊戲性還是相當出色的 撇除剛剛說了三點 我們主角叫做賽巴斯丁 長的就是一副庫達樹的樣子 所以人家反應比較無趣 可以理解 小手槍,海鷹五安啊 哎呦,妹子 穿著襯衫,淋著雨 還仔細瞧瞧 喔唷,透出來了,透出來了 我看到了,他穿的是黑色 啊,這是要勾引誰啊 有小蘿莉嗎 沒有 鼻音有點重 這個 欸,妹子 妹子好像沒有要跟進來呢 鼻音有點重嗎 我洗一下鼻涕好了 等我下來 這樣子有好一點嗎 我個人覺得沒什麼差 人物講話聲音很小聲 好,調大聲了 哇賽,這裡面真慘啊 這是大屠殺嗎 看不出來是被什麼 武器給攻擊的 好像是無差別 沒有生還者嗎 欸欸欸欸 欸欸 這 這招太爛了 想嚇我 哎呦 我們的搭蛋已經在前面等我們了 我們在後面摸魚 欸 有生還者 可不可以真實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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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 安全鏡頭 可以告訴我們 監視器 啊,我們來瞧瞧 欸不對啊,那個醫生啊 呵呵呵,正網了嗎 這個膠帶幾具 遺言 就升天了嗎 有槍聲 還有其他的警察 不知道在射什麼東西 這 讓我想到 惡靈古堡的威哥啊 哇,被陰了 主角被被刺了一下 他的武器 連他的武器什麼都不知道欸 這速度太快了 主角當然不會這麼容易就 換人啊 欸 這醜樣子 簡單,剛剛那個傢伙 並沒有殺了我們啊 我們來瞧瞧 旁邊那個 死胖子 拿著剁刀 在剁什麼東西啊 啊,我們的好夥伴呢 不愧也 被刺激去了吧 剛剛那個 胖子看了我眼 但好像沒有想要 對我怎麼樣的樣子 反正跑去扛我 唉唷,旁邊的人啊 從 穿著 看起來應該是個警察 已經被腰斬了 前面這個屍體 比 胸部上面 插一把刀 欸,差一點點 假把勁啊 你是要弄多久喔 拿到了 沒有 明明好像 被那個 不知道誰 被刺了一下 可是我們主角看起來 一點傷都沒有呢 活蹦亂跳的 前面 免不了就是一些基本教學啦 潛行 雖然我們剛剛拿到刀了 可是 要對付這個傢伙 還不夠啊 拿到鑰匙 好奇是鑰匙 為什麼會刮這個地方呢 這不重要 趕緊離開吧 出口不在裡面喔 在外面 又一匹新貨刀 黑話少年五彎啊 他連開個門都這麼小心啊 身爬被那個胖子發現 連走路都這麼慢 那個胖子呢 這邊 看不到他 應該是 躲到裡面休息室 去 喝茶看電視了吧 這邊還是剛剛那個醫院嘛 哎呦 哎呀 這個是 這什麼陷阱啊 哎呦 這個胖子真有效率 馬上就帶著武器來找我們了 這胖子還真靈活啊 怎麼跑這麼快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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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這這 腳被砍了一下 下面有動下面有動 哇 這什麼啊 角漏機 醫院裡面為什麼會有這種設備啊 我沒有搞錯的話 這邊應該還是在原來那個地方啊 我們進來的那個醫院 有沒有 這遊戲射掉真的很暗 我現在亮度已經跳到80了 在這個下面還是這麼的暗 欸 這個角剛不是被砍受傷了嗎 還掉到這個雪池 雪池 不會被感染到什麼奇怪的病吧 這走路還一拐一拐的 認真你就輸了 也是也是 恐怖遊戲嘛 這個劇情真的不需要太過認真 這個 是陽光透進來嗎 這邊看 喔不是啊 不是陽光是那個 那個就是燈啊 這邊看起來是 醫院下面的下水道嗎 我玩的話 我基本上是會玩全收集啊 可是因為是實況完所以 難免可能有時候不小心會漏掉一些東西 這遊戲的收集要素也是不少 文本啊 地圖啊 鑰匙啊 挺多的 這邊拿到了我們第一個文本 感覺內容不是很重要 現在吃午餐沒有胃口了 哎呀 我這個預告文 不是PO了嗎 未成年 急 想要把這個實況當作 午餐配的人 千萬不要 沒東西 顯然是我走錯路了 這個遊戲節奏比較慢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需要地毯式搜索啊 他給的資源呢 相當的少 所以你就要到處去搜 靠自己 不然的話 遊戲很容易卡關啊 就是東西不夠的話 這個主角好像也是有帶有一些 無口男的屬性 好像沒聽他講過幾句話 除了那個 劇情動畫以外 欸 有些人 狗爵4的筆記 他 那個人出現了 那個人指的是 被刺豬腳的那個傢伙嗎 被瞬間移動的 不是走這裡啊 應該走這裡啊 要按按鈕啊 哎呀 我突然想起來 那個妹子 還好我們沒有叫她進來 有個妹子在外面應該算是安全的吧 我實在是不想看到那個妹子 被八匹的樣子 應該是太殘寶了 這個聲音這個聲音 是那個胖子 他來了 呃 你這個心跳聲怎麼打沒問題嗎 唉唷 這個胖子意外的還挺細心的呢 不肯離開啊 在這周圍到處亂砍啊 搜索啊 找到我們不肯罷休欸 欸 從 從旁邊衝出去了 剛剛的眼鏡哥已經GG了嗎 這個 我也不太清楚呢 可能性非常大 依照目前的狀況來講 這拖著一條 歹咖的腿 要怎麼躲避 胖子的追殺呢 他是要過來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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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過來的嗎 你別嚇我啊 你別嚇我啊 直直的朝著我衝過來 他還在門口欸 趁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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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快跑啊 走這邊 走這邊 有門 喔 這邊應該安全了吧 什麼 話說得太早啦 一點都不安全 追上來了 快跑啊 快跑啊 前面就是電梯了 哇 這個 電梯 哎呀 太聰明了 還自動幫我開啊 莫非是誰 遠端救了我們嗎 幫我們開了電梯 啊 我就說嘛 他一定有五口的屬性 這 驚險逃生 一句話都不坑 有必要這樣子 守口如瓶嗎 全破了 怎麼可能這麼快呢 這個遊戲不便宜欸 這麼快就全破了 可是會 告他們的 詐欺 這個遊戲 我買PS4的 1600多 天啊 這邊是那個 瞬一個 殺警察的地方耶 我們從監視器看到的地方 哎呦 啊呀 剛剛這一陣怎麼腿就好呢 那應該不是歪卡嗎 那是虎我啊 啊 剛剛比我說成路人面孔的 這個駕駛居然還活著 真對不起 我錯怪你啦 眼鏡哥呢 還有妹子呢 妹子還在 那個醫生沒死耶 還多帶了一個病人 喔不 眼鏡哥被放生了 喔不 眼鏡哥被放生了 病人叫做萊斯里 看起來就非常問題啦 我把救護車當跑車開嗎 駕駛技術真不錯 這膽子只打完全沒在怕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吐槽這一邊的劇情了 呵呵呵 雖然鎖性不吐槽 簡單說就是超展開 欸 幻覺了 這家我絕對有問題啊 蛤 蛤蛤 阿什麼 怎麼 便當領得莫名其妙 F are turnednego 小蘭姐姐午安呢 那個病人該不會有什麼預知的能力吧 之前預知了我們會掉下去 還是這一切就是他搞的鬼呢 作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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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